Hello,大家好,我是Emma 今期接到上一期 帶大家來寶里與虎 去看這邊的巴士站 有什麼車可以坐到高鐵站 還有什麼班次的車 或者去到雙超之類的 前面就是巴士站 其實一出道來小區門口 往右邊走 就到巴士站 所以坐車非常方便 門口也有停車位 停車這方面也不需要擔心 其實我們來補充款 下了高速大概開十多分鐘的時間 就到這個項目 現在也有很多人在等車 跟大家走過公交車站 旁邊有一個站點可以在等候 裡面也有座位給大家坐 還有一個古井車站的班次表 就是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坐在哪裏 如果不知道自己坐在哪裏 都可以看看我們班次表 可以到哪裏 馬上去看看 其實每一個站點都會有列出來的 例如109那樣 可以去到我們一個古井地王廣場 但站點可能會長一點 就差不多是倒數第二 那可以看回 2、3、9號車 去我們古井地王廣場 會近一點的 還有那些票價 都是1.5元 2元 3元 到6元 6元半 都不會超過6元半的 都是6元半就可以坐到 最遠這個 最高的這個就是6元半 那如果大家想去回我們的高鐵站 那我這個K20有寫到 是去我們一個江門高鐵站的 但是呢 他現在班次的話 可能會少一點 那其實其他車都有到的 就好像我們的109 那109 到時再轉車回K215路車 就可以到我們一個高鐵站了 還有另外 那其實如果不知道自己 在哪裏搭車的話 可以看回我們的8度軟件 那8度這個地圖 你一搜回定位 一搜回定位 其實就有 標明你轉幾號車 或者是還有幾分鐘 可以到這個高鐵站 在這裏 打車其實都是十多分鐘的事情 就可以到我們一個高鐵站了 那一會兒我們就開車 帶大家去高鐵站這邊 去看看實際的時間 搭車 即是自己開車的話 有幾長時間 至於搭公交車呢 這裏都有詳細的時間 就是一個小時左右 那跟著鏡頭去看看 那現在我們開車出發 現在就是 大概顯示就是十二點十分到達 總的時間呢 十五分鐘 那我們現在是十一點五十六分出發 其實我們剛過來的時間呢 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就是十二點十五分鐘左右來到的 那其實駕駛車過來呢 其實駕駛車過來呢 只有十幾分鐘的時間 那再帶大家看回這個 這個電梯口 它就會很準確地帶大家去 我們要去的地方 就好像二樓的聲音 它表明了這裡就是我們一個出站口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一個出租車的上客區 網約車的上客區 都是二樓的 還有一個遊客集散中心 那一樓呢 就是我們公交車的上客區 還有一個鐵路自動售票處 長途客運站都在我們一樓的 那三樓呢 就是我們一個入站口 那我們呢 從電梯這樣走出來之後呢 就往我們一個右手邊走 那前面呢 就是我們公交車的乘坐點在這裡 那這裡就是一樓的 那這邊呢 都很大一個站 站點是給大家看的 那哪一台車呢 可以回到我們這個古井站 那同時呢 那這邊其實 它很多地方都有這個列表 可以給大家看到的 就是哪一個站呢 是回到我們一樓的 那K209呢 就直達我們這個古井車站的 就是我們上車的地方 那所以呢 其實都很方便的 如果搭高鐵的話 那還有另外呢 往古兜溫泉呢 就是212 就是到古兜溫泉了 那票價呢 12元左右的 而且呢 它真的每一個班次 好像頭班呢 就是最早的 6點25分 尾班呢 就是7點鐘的 那每一個班次都寫出來 這個就是江門站的 那就是古兜頭班 即是古兜那邊的一個班次的時間表 那還有剛剛也有口5 其實呢 那我們剛剛站的位置是3樓 那現在又落到來是1樓 那再往下一層負二呢 其實就是一個出租車上的口 還有我們一個地鐵的出站口 還有遊客集散中心 都在我們負二的 那其實我們江門高鐵站呢 就很方便啦 基本上 你上回香港 或者是 翻珠海 都是比較方便的 就來這邊買票 或者是上我們APP 上面買票都OK 那至於哪個APP呢 就是 其實呢 就在我們12306 一個小程序 去訂票就OK的 那呢 最重要是帶上我們回鄉證 其實呢 我們帶回鄉證 來現場買票都OK 或者是上我們一個 12306APP市上面買票都OK的 那可以說是非常之方便啦 那今期節目呢 就和大家更新到這裡啦 我們下一期再見啦 拜拜 關注大灣區最快最新的資訊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個鐘仔 再順手給個like 分享給周邊的朋友 那邊的哥門百形豬灣呢 溫泉準備開業了 精裝準元樓 酒店托管 首期7萬起 租金基本上抵月工 即賣即收租 非常之適合度假去休閒 休閒好地方 那我在這裡呢 就約我們中天的業主 八營的新業主呢 就回申加震溫泉 那十二月份我們每個禮拜 都有業主溫泉泥流團 到時候去帶朋友 親戚去參加啦 我們買了八營魚泉灣 一二座業主呢 最快一月份開始收租啦 那同步 在這個十月底呢 即是在聖誕啦 元旦相設呢 買了樓 好收租還可以在自己家浸溫泉 聖誕元旦人數非常之多 又是假期啦 那大家想參加這次活動的呢 記得提前聯絡我中天同事 或者聯絡我唐三告名啦